陈宇出趟差 回来我跟他说我怀孕了 他被撕了我呀 怎么了 孩子不是他的 不是个头 不是他跟我说好了 结婚前五年不要孩子 别人家有了孩子都是欢天喜地的 可钟晓芹却一脸愁容 因为他跟陈宇约好 在婚后五年内不要小孩 但现在刚过了三年就意外怀孕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跟陈宇说 陈宇和钟晓芹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然后迅速恋爱 步入婚姻殿堂 钟晓芹人好 家里状况也不错 却有些过度依赖父母 不够独立 而且钟晓芹每个月的工资 都要打到陈宇的卡上 结果他手里连二十块的零花钱都没有 而陈宇为人正值 五十上届 但已有不少缺点 比如在家里只允许他养鱼 却不允许钟晓芹养猫 钟晓芹一遇到事情就求助顾家 于是顾家劝钟晓芹 生孩子这种事情 只能遵循他自己的内心 不要一味地听陈宇的话 所以陈宇出差回来 钟晓芹准备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他 但还没开口 陈宇就先抱怨其他不够独立的事情 钟晓芹 你都三十了 你还要让别人伺候你到什么时候了 结婚成家 你觉得你自己成家了吗 我不是跟你成家了吗 我是真没觉得 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家住过吗 我一出差 你想都不想就和你爸妈那 你从精神上就没离开过他们 我有时候都觉得 你不是没成家 你是没成年 陈宇不喜欢钟晓芹的妈 过多地照顾他们的生活 钟晓芹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 于是狠狠地把运检报告拍在桌子上 陈宇看到报告后 果然没有露出惊喜的表情 反倒问钟晓芹到底要不要留下孩子 随你吧 要不先别要了吧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行 明天去医院 未成年当什么妈 见钟晓芹有些生气 陈宇拿出了他出差买回来的招采猫 陈宇喜欢活于不喜欢活猫 于是买了一大堆招采猫 作为礼物未及钟晓芹 第二天陈宇陪钟晓芹到医院去做流产手术 他有些担心地问护士 手术有没有风险 护士告诉他 是手术就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而且还要全忙 陈宇有些担心 但钟晓芹却依然居然地走进了手术室 然而没过多久 钟晓芹就匆匆地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他告诉陈宇 公司又及时通知自己赶紧去 所以今天的手术没法做了 但实际上是钟晓芹不忍心打掉孩子 所以找顾家出来 想了解一下他的妈妈的心路历程 顾家告诉他 生孩子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 当妈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 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 什么身材走样 什么情绪变化 这些还都不是最糟糕的事 因为当他出了月子后 就突然感觉到顾家已经死了 而活下来的是许子言的妈妈 他会经常去想 许子言什么时候能够快点长大 什么时候能够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处理自己的情绪 让他再做回顾家 但事实上确实他离不开许子言 可事实上呢 是我离不开他 不过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软弱 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 能对你的孩子宽容一点 但是你也比任何时候都强 无论是我去求全 还是武力求和 你都不希望任何一点伤害 落在你孩子头上 你还会雷打不动的坚持健身 因为你害怕病 更害怕死 然后就是努力想成为最好的自己 因为你得赶上娃穗超的速度 你说生孩子这件事 是不是很糟糕啊 钟晓芹看得出来 虽然顾家嘴上说着 生孩子是如何糟糕 但是她的面容上和眼神 却散发着做妈妈的喜悦和骄傲 所以钟晓芹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我要留下他 我不同意 当父母是哥大责任 你明白吗 不论是经济基础 心理建设 还是动手能力 你哪这样做好准备啊 这件事没得后悔 养笔生难多了 你连自己都弄不明白 那你怎么当嘛 顾家邀请钟晓芹和陈宇到新家暖房 吃饭时 她和钟晓芹一唱一鹤的 说着即将生孩子的事情 陈宇到家后十分恼火 并激动的说这个孩子她不想要 钟晓芹也有些委屈 我今天第一次羡慕顾家 我发现人家衣服是火热洗的 人家家里有人生 我们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 那就是我们家也能热闹起来呢 要不要这事咱俩可以再商量 但是只有一点 这件事就咱俩自己决定 陈宇退而求其次 想再慢慢劝劝钟晓芹 许焕山和顾家在车上 聊起钟晓芹怀孕的事 而他俩的司机正是陈宇的弟弟陈旭 陈旭这份工作 还是钟晓芹给他介绍的 结果晚上陈旭就把这件事告诉他妈了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跑来钟晓芹家 海琳来了两瓶山西老陈村 说是他妈寄过来的 嫂子 怎么样啊 这不是你们给我安排的好工作吗 妈也知道了 陈旭还当着歌嫂的面 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还嘱咐钟晓芹要好好休息 但钟晓芹感谢婆婆寄来的陈醋时 婆婆却说不知道陈醋的事情 陈旭赶紧插过话题 挂断了电话 陈宇立刻变脸 把陈旭滴溜到楼下 陈宇猜到是陈旭故意把钟晓芹怀孕的事情 透露给母亲的 然后好从中迷钱 连山西老陈醋肯定也是他早上从超市里现买的 陈旭只好承认 母亲给了陈宇和钟晓芹一万块钱 被他截留了 陈宇埋怨陈旭 直到他现在不想要孩子还把这事童这么大 陈旭却振振有词 你这不喜当爹吗 不是我教育你 老大不小了 合法夫妻 怀孕了 为什么不胜了 哥 你是不是没玩够啊 再说一句我臭你你信不信 我为什么不想到这孩子 我这么多年给你当爹我当够了 他笑你就这样 什么事都来我头上 再说 那孩子跟你姓 又不跟我姓 陈宇对他这个弟弟非常恼火 却无可奈何 其实他不想要这个孩子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陈旭 爸爸在他俩很小的时候 就不负责任的离家出走了 而因为母亲对弟弟的偏袒 让他的整个童年都充满了阴影 陈旭调皮但嘴甜 每次他做错了事 挨打的却是陈宇 但陈宇却从不狡辩 他觉得母亲应该最了解他 所以总是一声不吭地承担责任 默默地把所有事都做到最好 但时间久了 在母亲的心里 就变成了陈旭乖巧听话 而陈宇就成了那个 倔强不听话的孩子 他和钟晓芹的五年 不要小孩之约 实际上是因为自己 对童年的恐惧 同时也是对孩子的一种逃避 这也是陈宇第一次 把这些事告诉钟晓芹 从小被父母捧在 手心长大的钟晓芹 开始有些理解了 陈宇的经历和成长 而陈宇在看到钟晓芹的 坚持和对孩子的期待后 也同意了让他生孩子这件事 你跟你爸不一样 他也不会是你弟那样 老哥 第二天一早 钟晓芹的妈妈 就疯疯活活的来到他家 昨晚他已经从陈宇妈妈 得到了消息 还要拉着钟晓芹 和陈宇去医院见到 陈宇一直不喜欢丈母娘 过多参与他们的生活 可无奈只能陪着去 然而当他和钟晓芹 听到B超里胎儿的心跳声时 还是忍不住激动不已 晚上听到钟晓芹和妈妈 讨论着买婴儿床 和洗澡盆的事情 陈宇急忙出来阻拦 小晓芹 卡不多得了 生男孩生女孩都不知道 陈宇虽然表面上 不答应钟晓芹买婴儿床 但晚上他还是 偷偷地从床上爬起来 拿着卷尺去量了鱼缸的尺寸 准备把鱼缸挪走 给婴儿床腾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 其实陈宇并不是不爱钟晓芹 而是不会表达 他认为作笔说更重要 从今天起 不管多忙 我们都要一起吃饭 饭桌上不玩手机 不开电视 我们只聊家常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跟你吵架 万一要吵 今日加今日必 我不能让你 带着烦恼进入梦乡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养任何小动物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 任何小猫小鱼小狗 都不如你可爱 从今天起 项链和耳环 你就别再对着镜子较劲 我帮你戴 为你沾 从今天起 在你的世界里 我不会沉默和假睡 我保证永不失联 我们一起 携手抵抗婚姻当中的平淡 焦虑和无常 我们一起面对 岁月里的衰老 健忘和肥胖 我们一起去创造新的生命 送他们远行 等他们回家 本来看到 陈宇给钟小琴 念这段诗的时候 还以为陈宇在接受 钟小琴怀孕后 真的转变了 却没想到 这只是钟小琴 帮同事写的结婚诗词 其实这就是 钟小琴一直想要的 婚姻生活 一个有烟火气的家 同事们听了 钟小琴写的诗词 都觉得钟小琴 和老公生活得十分幸福 所以才会写出 这么深情的话 弄得气氛到这了 所以聚会快结束时 钟小琴偷偷给陈宇打电话 钟小琴的心血来潮 被陈宇不耐烦的推辞掉了 让她十分失望 然而当她半夜起床 去卫生间室 惊喜的发现 从卧室通往卫生间的墙上 都被陈宇悄悄地 装上了声孔灯 钟小琴被陈宇的 这个小改变感动到 聚会时 她听同事说 怀孕时期是女人 一生的高光时刻 她现在就是家里的女王 就算半夜起来 想吃披萨 丈夫也会义不容辞地去买 于是她又开始了新尝试 干嘛呀 好可惜 吃多了 人家是早晕反应 那怎么办 我下额酸梅糖 你自己拿手机APP 叫我一个吧 我嫁的是人 又不是APP 大方人们别折腾了 明天早上再说 嘿 我心里能改才怪呢 钟小琴再次失望 其实这一段看起来很心酸 陈宇有原生家庭的创伤 并没有给予幸福的能力 和修复能力 而钟小琴是温馨家庭里的独生 所以在婚姻里 也时常渴望惊喜与关怀 两人并非不爱对方 只是不懂得如何表达 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缺少精神世界中的沟通 就比如钟小琴 跟陈宇诉说工作的不顺心 想让她安慰一下自己时 陈宇却是这么回答的 最近这一段时间 你在单位可收敛点 别因为咱们怀孕了 就让人找茬把你开了 我可养不起 而陈宇在单位被领导批评 以及受到其他同事的排挤时 回到家 她也同样不愿意向钟小琴亲属 说了你也不明白 你又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我不明白 我要是真想让你听明白了 就得从电视台组织架构 新闻编播体系 播出舆论影响开始讲起 你还愿意听呢 那就简短点 简短点就是 说不定哪天我就把工作丢了 陈宇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 把天给聊死的 钟小琴听到后 也有些担心她自己的工作 因为领导那天找钟小琴 谈了生殖调动的事情 却被钟小琴担心 工作量增多而拒绝了 但她并没有向领导说明 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怀孕的事情 于是陈宇借颇下驴 所以我就说嘛 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你还老觉得我怎么着 是咱俩奋斗到 要能生孩子的资格了吗 为什么有的孩子来 就是锦上添花 有的孩子来就是雪上加霜 这不是孩子的问题 这是父母没选略时候 不是说你啊 不是说你 第二天钟小琴让陈宇陪她去产检 去医院的路上 两人还给小孩各起了一个小名 钟小琴起的是小幼 而陈宇起的是小岛 一路上两人十分开心 然而到医院做了检查后 钟小琴却拿着检查报告 哭着从检查室走出来 因为她腹中的胎儿 已经停止了发育 并且胎死腹中 钟小琴十分伤心 而陈宇却十分积极地 帮她联系轻功手术的事情 这让钟小琴觉得 孩子没了正是陈宇所希望的 然而她没看到的是 表面上无动于衷 冷漠冷静的陈宇 也在书房偷偷地流下了眼泪 可能是真的没到时候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 孩子自成回来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态度 你有没有想过 孩子都是有灵性的 他知道你不欢迎他 他知道你根本就不想要他 钟小琴痛失期待已久的孩子 内心无比伤心 却觉得陈宇表现得太过于理性 认为陈宇根本不在乎 她刚刚失去的这个孩子 晚上回到家 钟小琴仍然不吃不喝 还把自己锁在厕所 不会沟通的陈宇 虽然很心疼钟小琴 但说出的话却是这样的 先出来吧好吗 有什么事咱们出来说 你坐在里边这么长时间 也不解决任何问题啊 陈宇的言语中 多多少少带有一种 对妻子情绪的否定 她确实表现得太过于理性 于是钟小琴听了之后 反而更加不想出来 陈宇只好找来了顾家 而顾家却隔着厕所门对钟小琴说 小琴我来了 你要是想一个人在里头待一会儿 我就在外头等着你 你要是渴了饿了就告诉我 与陈宇不同 顾家认可钟小琴的情绪 而不是马上就让钟小琴理性地解决问题 因为顾家知道 此刻最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是受到钟小琴伤心的情绪 所以听了顾家的话 钟小琴就愿意出来了 紧接着顾家开始用哄儿子的方法 开始哄钟小琴 我跟你说啊 许子言有一个他最爱的绘本 上面是讲宝宝在天上选妈妈的 宝宝要是喜欢哪个妈妈 他就去跟上帝申请 说要到那个妈妈的肚子里 然后上帝就跟他说 生宝宝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 你可得想好吗 你们是有生死之交的 你的宝宝可能预感到有什么危险 所以他就悄悄地回去了 他是在保护你啊 所以你得养好身体 等着他再回来找你 顾家用童话般的故事 让钟小琴一下就敞开了紧锁的心扉 但钟小琴此时更愿意 把责人怪在陈宇身上 她说宝宝其实是想选择他的 却根本不想选择陈宇 顾家知道陈宇只是不善于表达 于是继续寻寻善友 告诉钟小琴 男人和女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其实陈宇此时也一样伤心难过 事实也正如顾家所说 陈宇的内心虽然对这个孩子 没有像钟小琴一样的期许 但他也是欣喜的 他为了保护钟小琴 怕他起夜摔倒 偷偷给他安装了夜灯 他甚至想要把鱼缸搬走藤地方 按照钟小琴的想法 在家里添一个婴儿床 而当钟小琴胎停育后 陈宇也只是表现出了一般男性的状态 理性的认为这次不能生就不能生 但要抓紧做流产 这样才不会损伤母体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要孩子 第二天陈宇排着钟小琴 到医院做完了手术 回到家里却发现钟小琴的妈妈 早就在家里等他们了 陈宇一眼就看到了丈母娘大大的行李箱 原生家庭的不幸福 让陈宇更加渴望独立 所以丈母娘准备长期在他家安营扎扎 令他很是不安 而且丈母娘不仅带来了行军床 还带来了钟小琴的宠物梦 妈 您说您来就来吧 您把他带回来干嘛 这 小琴都这样了 他喜欢梦 你让他分散分散注意力不挺好的吗 从今天开始 皮卡丘就在家里 哪都不去 这时台里打来了紧急电话 陈宇只好匆匆赶回单位 由于陈宇的工作失误 导致台里节目的直播受到影响 所以部门的所有人 都不得不取消休假弥补过失 晚上陈宇回到家 钟小琴还一直跟他板着脸不停唠叨 陈宇终于忍不住发飙 由于假期取消 陈宇第二天只能继续上班 但走之前却没告诉钟小琴 钟小琴起来后 发现陈宇上班去了 再次有些恼怒 她觉得自己这次流产 陈宇精神上不难受 身体不遭罪 班也不耽误上 实在太不公平 丈母娘提陈宇说话 她发现陈宇出门的时候 心情也不好 肯定也有一方面因为孩子 而且她的工作压力本身也很大 钟小琴却不以为然 晚上陈宇在单位 又受了委屈回到家 突然发现鱼缸的增养机停了 疑问才知道 丈母娘为了省点拔电给拔了 导致她试入珍宝的鱼 全都死了 陈宇不敢冲着丈母娘发火 也不敢冲着钟小琴发火 于是狠狠地踢了 一脚钟小琴的猫 陈宇 我得说几句啊 再惊愧不就是一缸鱼吗 孩子没了 我也没看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晚上看到丈母娘做的菜里有一盘鱼 陈宇言不发地走出门 去埋她死掉的鱼 钟小琴也对陈宇的态度十分不满 追出去跟她理论 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孩子没了都没见你多伤心 多有仪式感 怎么着啊 你这要给你的鱼开弹做法啊 我不埋了怎么着啊 还等着你 那猫把这坑刨了 把鱼吃了我 我做手术身体这么虚弱 一天假都不清 你根本就不想照顾我 倒是不耽误你伺候鱼啊 真是对你吃饭 面对钟小琴的抱怨 陈宇却反唇相机 她之所以不愿意请假回家 就是怕跟钟小琴妈妈起冲突 而且她觉得钟小琴妈妈 这次是故意弄死了她的鱼 吃饭时还特意做了一条鱼饿心汤 此时钟小琴妈妈正下楼 给钟小琴送衣服 听到陈宇这杀人的话后 也默默回去收拾行李回自己家了 得知妈妈背起走后 钟小琴当晚就跑去跟顾家诉口 其实平心而论 陈宇的丈母娘对女儿和她都非常好 她全心全意照顾女儿 对女婿也是诸多包容 但是这个好 其实用错了地方 正是这种360度 毫无边界感的入侵式的爱 让钟小琴唯一会议的厨房技能 就是煮泡面 所以但凡陈宇出差 钟小琴绝对不会自己在家里待着 因为容易饿死 所以陈宇每次见到钟小琴的妈妈来家 才会反应那么大 第二天一早陈宇过来接钟小琴 顾家劝陈宇回去好好哄哄钟小琴 陈宇却表示 现在钟小琴说不了两句话就急了 哄起来有点难 对于这个孩子 他不是你所想的可有可无的 他真的是全心全意 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 可孩子突然没了 你有没有想过他心里有多难受 你到底了不了解你老婆呀 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大咧咧 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 他是为了避免跟你正面冲突 你要是真觉得他不在意 那就是欺负人 陈宇带钟小琴去吃早餐 并且真诚地给他道歉 说自己不该指责钟小琴的妈妈 也不该消了假期 不在家陪钟小琴 而这一个月内 钟小琴有了孩子又失去孩子 让她的状态也都是懵的 但钟小琴却打断了她 孩子不是问题 孩子只是让我发现了问题 我们两个之间缺乏沟通 我们这个家也没有什么目标 我反思过了 从我自己这边 有哪件事是我发自内心的想要 并且努力争取的 没有 你有吗 也许你有 但是你从来没告诉我 钟小琴认为她和陈宇之间 其实早就存在沟通的问题 而在工作上她没追求没进步 生活上她也不断迁就着陈宇 导致一步步完全失去自我 以前我们谈恋爱 还有刚结婚的时候 吃饭都是坐在一边的 我们恨不得偷偷地把手 放在桌子底下拉着手 可是从什么时候 你就坐到对面就好 点菜 上菜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吃完 最多评价一下菜的咸淡 陈宇急忙便捷 她觉得可能是钟小琴的记忆 出现了偏差 之前他们去一家 特别火爆的餐厅时 因为钟小琴不愿意跟别人拼桌 所以才让她坐对面的 而上次钟小琴问她 为什么别人家的衣服都一起洗 她家却自己洗自己的 也是因为两年前 陈宇喜欢了钟小琴两件真似的衣服 所以钟小琴当时生气说 不让陈宇再碰她的衣服 钟小琴听了苦笑一声 就当我刚刚说的话白说了 钟小琴觉得陈宇完全没明白 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于是失去了继续跟她倾诉的欲望 但直男的陈宇还是做出了反应 她起身坐在钟小琴的旁边 并且跟钟小琴说 咱别闹了 好吗 她此时仍然读不懂钟小琴的失望 因为对陈宇来说 这种生活中的小事情 她根本不会在意 但是对钟小琴来说 这就是婚姻中的幸福感 而不是简单的搭伙过日子 换句话说 陈宇想要的只是生活 而钟小琴想要的是幸福和爱 钟小琴和陈宇去医院 查明这次胎庭的原因 医生告诉他们 原因可能有很多 而其中一项可能是 父母的精子或者卵子质量不好 于是在钟小琴的强烈要求下 陈宇做了相关活跃度的检查 钟小琴却故意支开陈宇 偷偷拍下了报告发给了妈妈 让陈宇十分恼火 觉得钟小琴完全不顾及她的严密 晚上回到家 钟小琴主动给陈宇包橘子吃 还讨好地问陈宇 鱼缸里的鱼是不是她新买的 却无意间点开了妈妈发来的语音消息 哎小琴 我跟你说 陈宇假装没听见钟小琴妈妈说的话 她自顾自地给钟小琴 介绍着她新买的虎皮鱼 陈宇说得很平静 但在平静下却是一种疲惫和失望 对于钟小琴的妈妈 一再侵犯她的隐私 打破她的边界感 她对此也是有失望的 在公司陈宇因为上次的工作失望 被领导孤立 故意不给她安排工作 于是陈宇索性把年假休了 准备回家好好陪陪钟小琴 可到家了 却发现钟小琴把休假取消了 正准备去上班 两人面面相去 这就是两人缺乏沟通的悲剧 钟小琴回到久违的工作岗位上 作为一名普通的上班组文员 她一直都是公司的万能工 谁有事都会找她帮忙 于是她像蜜蜂一样 被同事们呼来喝去的 好在市场部最近来了一个 跟她名字差不多的弟弟 叫钟小杨 这个新入职的阳光帅气男孩 对钟小琴感到十分亲戚 总是主动帮钟小琴 分担工作上的困难 还劝钟小琴要学会说不 她会凭借自己的性别优势 去帮钟小琴 谈下最难缠的店铺女老板 也会在公司聚餐时 主动帮钟小琴分担烤肉的任务 小琴啊 这个肉不够了呀 你烤一点呀 我来烤吧 你怎么什么都强呀 我刚才尝了一块 我觉得不好吃 我烤肉可是恋家的 我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说钟小琴烤的肉不好吃 只是因为钟小琴看到了 钟小琴帮大家烤肉 自己吃不上饭 想要替她分担 如果说陈玉是一座冰山 钟小杨就是一座火山 而且整个公司的岗位 她都体验了一番 最终才决定留在市场部 不为别的 就因为钟小琴在这里 聚餐中途钟小琴突然复童男人 钟小杨把她送去了医院 医生诊断她因为前段时间流产 造成免疫力低下 所以得了急性肠胃炎 打完针钟小琴给陈玉打电话 让她过来接 而陈玉正在饭局上 却说自己在于有家 于是给钟小琴发了一百块钱 让钟小琴自己打车回去 气得钟小琴给陈玉发了二百块钱 并回复说 钱要是能管用 她今天就要约陈玉这辆车 然而陈玉仍然没来接 钟小杨想送钟小琴回家 但被钟小琴拒绝 于是钟小杨贴心的拿手机 钟小琴三十岁生日之前的突然转变 让陈玉心中不禁泛起一股柔情 而这几天钟小琴不仅每天 亲自下厨给陈玉做菜 还主动把陈玉的衣服也一起洗了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修复 但此时陈玉的弟弟却出了幺儿子 由于被人举报至假饭奖 陈玉正在给货品照相时 警察把他带到了警局 陈玉只能隔着看守室的炸篮 无助地向哥嫂求助 钟小琴赶紧找来顾家帮忙 反倒引起了陈玉的强烈不满 不是我说你 就你这不懂人情事故劲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在公司 能混这么一好人缘 我给你弟弟找工作 还变成我不同人情事故 到了咱们这岁数 不如麻烦别人的活着 那不是最起码的吗 陈玉的亲弟弟陈玉 因为被人举报至假饭奖 被关在看守所 而钟小琴找顾家帮忙找律师 却被陈玉埋怨她 无论什么事情都找顾家 还指责钟小琴不懂人情事故 当初就不该把陈玉介绍 给许幻商当贴身司机 弄得人家顾家两口子 有点什么隐私 陈玉都能知道 钟小琴也十分委屈 自己明明是为了陈玉的亲弟弟 忙前忙后 陈玉却不领情 你不愿意麻烦别人最大的原因 是怕别人麻烦你 你就是自私 你承认吗 我怎么自私 我每天上下班 你主动说过送我接我吗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 让你接我 你都说你有事 你连你老婆跟弟弟都不相关 你眼里只有你自己 还有这些破鱼 对 鱼都比人懂事 作为妻子 钟小琴愿意把陈玉的弟弟 当自己的弟弟对待 陈玉被抓 她甚至比陈玉还着急 而陈玉却仿佛事不关键 在这种时候自己不处理 还不让妻子找人帮忙 确实有些冷漠和自私 在钟小琴三十岁生日这天 她很早就起床 并叫醒熟睡的陈玉 然后开始兴奋的装扮起来 她想把这个三十岁生日过得有仪式感 今晚酒店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你到底订了哪家餐厅啊 你不是需要仪式感吗 等你醒了 陈玉开车送钟小琴上班时 打开了收音机 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陈玉 精心给钟小琴点了歌 陈玉跟钟小琴约好下班时会过来接她 钟小琴还特地去理发店做了新发型 换了身新衣服去上班 同事们也一起给钟小琴庆祝了生日 而陈玉也为钟小琴第一次求人 盯了一个很火的餐厅 一切就绪后 陈玉却突然遭到领导的责难 怀疑她透露了部门的人事调动和新闻选题 于是她一下午都在想办法解释这件事 而钟小琴此时也接到律师的电话 说陈玉的事情 鉴于她是出饭并且不知情 货物没收再缴纳罚款 再关门15天就能放人了 但陈玉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钟小琴只好回家取银行卡 去给陈玉交了罚款 已经下班很久 陈玉才开车到钟小琴公司去接她 却被门卫告知她已经提前走了 而钟小琴交完罚款回去时 正赶上大雨滂沱 贝路人撞到后 手机也掉在地上摔坏了 让钟小琴的愤怒值瞬间达到了顶点 回到家后又因为门的事情跟陈玉争吵 却突然发现陈玉刚才没关门 她最爱的猫偷偷跑了出去 他俩一起出去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于是钟小琴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 我真想不明白你这样的人 你为什么要结婚啊 当初咱俩相亲见面 我觉得你是一挺温柔挺善解人意的姑娘 你们家有踏实 不像我们家这么乌七八糟 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 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 这有错吗 都说婚姻是避风港 谁结婚谁成家 不是为了过个踏实日子呀 都想避风谁当港啊 工作上可以积极主动 在可可西里扎两个月都不嫌累 为你那惹是生非的弟弟充分宪阵不嫌难 唯独回家到我这儿 最好一滩死水 凭什么呀 还是指责陈宇的鱼缸噪音太大 让他每天都睡不好觉 然后发了疯一样 把陈宇最喜欢的神仙鱼 狠狠地摔在地上 神仙鱼很特殊 因为他们也是一夫一妻制的 曾经陈宇向钟晓芹求婚时 就用过神仙鱼向钟晓芹表明心急 十分浪漫 但如今却成了两人争吵的替罪羊 阿布丁叔叔 痴和婚戒也没了 原来都是种运事 有一种婚姻 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可以遇见 就是越过越造型 钟晓芹冲动喊出离婚 陈宇却丝毫没有服软 本来今天应该甜蜜温馨 一起过生日的两个人 却就此分道扬镳 钟晓芹在他30岁生日这天 流着泪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 此时大雨已经停了 他路过一家甜品店时停下了脚步 进去买了一块很小的蛋糕 带到了之前就已经订好的酒店 插上一根蜡烛许下了 希望今后的每一天都比今天好的生日愿 钟晓芹刚过完30岁生日的第一天 就和陈宇来到了民政局办离婚 工作人员还想调解一下 却被钟晓芹坚定地拒绝 至于财产分割 钟晓芹表示车房他都不要 存款方面给陈宇留够生活费 剩余全归他 但陈宇坚持要把房子也分给钟晓芹一半 就这样两人顺利地签字离了婚 而走出民政局的时候 两人都想起了三年前领政时的甜蜜瞬间 突然感觉有点心酸 明明他们也是真心相爱过的 当他们走到车旁边时 发现车被贴了张罚单 而领政时 他们也把车停到了同样的位置 也同样被贴了张罚单 但那时候的他们却很快乐 如今同样的情节再次上演 但这一次他们却是一副悲伤难过的样子 陈宇开车带钟晓芹回家 钟晓芹一件一件地把家具 都贴上蓝色和粉色的便利贴 家里每个物件的归属 陈宇都依着钟晓芹 最后他表示这套房子的半年后才下房本 需要到时候卖了才能把钱分给钟晓芹 我没想过你会把房子分为一半 陈宇果然是几句话 就能把天聊死的直男 钟晓芹听不下去了 拎着行李赶紧离开 出来时却发现顾家和王曼妮 正在楼下等她 两个闺蜜想要帮钟晓芹 补过昨天的生命 虽然见到钟晓芹拿着行李箱 但他们都没往钟晓芹离婚这方面想 还以为陈宇又出差 而钟晓芹只是想回家住几天 钟晓芹始终没有说出 自己已经离婚的事情 但钟晓芹前脚刚走 丈母娘就提着包好的汤来了 陈宇也没对她说出离婚的事情 丈母娘给陈宇盛了汤喝 并提出想让陈宇将来在房本上 加上钟晓芹的名字 陈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还说要给钟晓芹买一个新手机 让丈母娘感动不已 陈宇去看守所接陈旭 却没心情搭理陈旭 而陈旭刚要自己去掉饭哲室 陈旭又带她去了家高档餐厅 陈旭觉得有些意外 一边吃饭一边跟陈宇唠叨的嫂子的好 陈宇才知道 钟晓芹那天被凌晨落汤机 原来是去给陈旭交罚款了 后悔不已 他抢起弟弟的酒 倒在自己杯里一眼而尽 而钟晓芹拿着离婚证和素孝救新丸 准备跟妈妈坦白 她跟陈宇离婚的事情 但开门一进无去 发现妈妈正在和阿姨们打麻将 钟晓芹赶紧把离婚证藏进包里 妈妈还跟阿姨们大赞陈宇的优秀 让钟晓芹找个本记录下来 小区里面各种各样的麻烦问题 回去找陈宇写成新闻报道一下 钟晓芹郁闷的自己把救新丸吃了 在家里住了几天后 钟晓芹怕被父母发现她离婚的事 于是谎称陈宇回家了 正在催自己回去 但她拎着行李箱却不能回家 最后只好在钟晓芹的建议下 在电影院住了一夜 不过从第二天开始 钟晓芹就不再委屈自己了 她用信用卡吃大餐 开房住酒店 各种买买买 而陈宇在收到一条 接一条的信用卡消费短信提醒后 终于忍不住给钟晓芹打电话质问此事 钟晓芹这才知道 她消费时刷的卡原来是陈宇的 于是没好气地跟陈宇表示 这钱她到时候会自己还的 对比了几家划算的出租房后 钟晓芹新找的房子 还有一个月才能交房 父亲刚刚出院 她又不敢把离婚的事情告诉爸妈 她正发愁这一个月该怎么过 于是在王曼妮的建议下 钟晓芹决定再搬回去住 因为陈宇说过这房子也有她一半 陈宇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钟晓芹同主的要求 并拿出行军床准备住在余室 让钟晓芹住在卧室 但钟晓芹却提前拟好了一个同居协议 一 两人互不干涉对方生活自由 尽量做到不对话不对事 同居期间不许把朋友带来家里聚餐 三 自己的衣服自己洗 四 陈宇早上洗澡 钟晓芹晚上洗澡 五 钟晓芹不在家的时候 陈宇可以到主卧衣柜拿衣服 其余时间不许进入 六 本协议即日生效 是钟晓芹搬走之日起 自动失效 一方你有意见吗 一方没意见 大概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对于钟晓芹的同居条件 陈宇照单全收 并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方 上班时钟晓芹主动去找公司的许总 因为上次她拒绝了许总给她升职调稿 许总对她也有些不满 钟晓芹只好说出上次拒绝是因为怀孕 但是孩子没保住 而现在她已经离了婚 以后会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许总有些同情钟晓芹 于是表示将来有升职机会 还会想着她 钟晓芹从许总办公室出来时 刚好看到钟晓芹在门口站着 她赶紧叫住钟晓芹 问她刚才有没有听到 她跟许总说的事情 我没偷听啊 领导办公室有人 我就在门口站了会儿 顺便听到了 过好你的嘴 让其他人知道我的事 求求你的呀 第二天钟晓芹一上班 就被同事们各种关心 有送零食的 有送咖啡的 还有送相声全集的 而钟晓芹脸上 此时却露出了坏坏的笑容 钟晓芹立刻把她拽出去 严厉的质问 是不是她大嘴巴 把这是宣扬出去了 钟晓芹没有否认 还一本正经的分析起 钟晓芹不想让别人知道 她离婚了的原因 这么怕人知道自己离婚 要么就是自己犯错了 心虚 你放屁 那就是没想真理 还想着有转环的余地 你是哪种啊 我哪种都不是 然而当钟晓芹再次路过 正在聊八卦的同事身边时 却听见同事无意间透露出 她离婚的事情 其实是徐总说出去的 于是她又找到钟晓芹 为了之前的不礼貌道歉 但钟晓芹却根本没当回事 反而安慰钟晓芹 我是让你别在意离婚的事 也甭管别人说什么 只要今天活得比昨天开心 那你做的一切就是值得 记住 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那天是我瞎了 没看清楚 原来是个这么漂亮的小姐姐 钟晓芹最近因为离婚而阴远的心情 被钟晓芹这么一聊 瞬间变得豁然开朗 下班后钟晓芹继续加班写风了 但几乎抓破头皮也没有方向 于是钟晓芹提出带她出去放松一下 两人去游乐园痛痛快快地唱完后 又来到酒吧喝酒放松 钟晓芹喝得有些微醺 但却心情大好 她从没想到两个人在一起 原来还可以做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 钟晓芹打车送钟晓芹回家 而陈玉正从阳台上往下望 刚好看到钟晓芹被钟晓芹送回来 到家后钟晓芹借着酒精继续闹她 我离婚就离对了 以前成天的你无视我 不要我以为我还没有你这鱼杆里的这些破鱼 有意思呢 两个人在一块 有意思的事多着呢 陈玉把喝醉的钟晓芹抱进了卧室 第二天钟晓芹醒来 看到自己换了衣服 于是跑出来跟陈玉理论 跟钟晓芹离婚后的陈玉反倒是变得有趣可爱起来了 而且也愿意拿出心思来哄着钟晓芹 离婚后的陈玉变得更关心钟晓芹了 钟晓芹快下班时 她先在阳台上看着钟晓芹下了出租车 然后迅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假装看报纸 见钟晓芹不搭理她 于是谎称钟晓芹她妈今天来给她做饭 当钟晓芹兴奋的准备吃饭时 她又见兮兮的凑了过去 你妈今天做这菜不错呀 荤素搭配还各种颜色都有 还有回锅肉呢 好长时间没吃过你妈做的 同居合约 见钟晓芹搬出同居合约来拒绝自己 陈玉又自讨没趣的回到了沙发上 不过她不死心的给钟晓芹发了一条信息 问钟晓芹一话餐具谁收拾 于是钟晓芹同意让陈玉以吃饭抵劳动 陈玉立刻又屁颠颠坐到餐桌前端起了碗筷 陈玉还主动给钟晓芹夹菜 让钟晓芹忍不住皱了眉头 第二天钟晓芹被部门安排 去跟拒绝涨价的商场租货弹撤破的事情 去被难缠的商铺老板推散出来 下班后她沮丧地回到家 陈玉十分关切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钟晓芹一五一十地把弹撤破的事情 告诉给陈玉 陈玉在电视台做责任编辑 她对这种情况见得很多 也相当有处理经验 所以主动提出帮钟晓芹编一条微信 陈述厉害关系 提醒商铺老板有个理性思考 你真愿意帮我呀 废话 我可不希望我编的片子里你是主角 我现在就给你献献 你先吃饭 真的吃不下 先吃两口饭 生着气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电话 少吃点饭 你要不吃 我可不帮你了啊 钟晓芹看着陈玉 认真帮她编微信的样子 心里也突然暖暖的 钟晓芹按照陈玉教给她的方法 跟商铺老板进行了微信沟通 也成功获得了商铺老板的态度改变 于是她真诚的给陈玉发了微信 表示感谢 两人离婚后的生活 一改往日的剑拔弄张 反倒变得和谐可爱了起来 交流也比以前增多了 同时钟晓芹回家的时候 还发现家附近的墙上 很早以前就被陈玉贴上了 寻猫骑士的告示 这些她都默默的看在心里 晚上钟晓芹先回到家准备吃泡面 陈玉却做了两道好菜 还煮了小龙虾馅的饺子 谎称做多了让钟晓芹帮忙吃点 陈玉你什么意思呀 你现在俩没离婚的时候 你也没关心过我的饭啊 要么就在单位食堂吃 要么就等着我做 再不然还有我妈 一个星期来两回呢 你说现在离婚了 你倒半生 你要改行啊 我买的新出的小龙虾馅的饺 煮的有点多 要不然你帮我吃俩多了 我吃应该的 都是我以前给你做早饭 煮面条 炒米饭 你该还的债 这时陈玉的弟弟陈玉登门蹭饭 他吃着他哥刚做的小龙虾馅的饺子 并且一眼就看出 陈玉和钟晓芹的状态不大对劲 于是陈玉各种找借口来掩饰 他跟钟晓芹的矛盾 他怕陈玉大嘴巴告诉他妈 他妈再告诉钟晓芹的妈妈 这离婚的事就藏不住了 那于是那行军床 给我备的 啥子 你不会把我哥贬下人间了吧 吃完没吃完 吃完赶紧走 其实我就是来找你吧 这点别的事 紧接着陈玉就被陈玉赶了出来 陈玉从来没有看过他哥如此大方爽快 他觉得这次哥嫂之间的事情肯定不小 而且在顾家的30岁生日聚会上 陈玉看到钟晓芹带来的人是钟晓阳 而不是他哥 于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你哥我呀 一开始确实是没想要那孩子 可自打那次做了B超 今天那孩子心跳 我也真的是糟了心 后来孩子没了 陈玉看出哥嫂的状态不对 于是带陈玉一起去酒吧喝酒 套出他俩离婚的事实 几杯酒下度后 陈玉开始借着酒精 把压抑许久的话跟陈玉倾诉 在人前她是电视台最风光的编辑 但实际上却已经受到排挤很久了 而她在家里 其实做了很多钟晓芹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给鱼缸两尺寸准备换成婴儿床 为了预定钟晓芹喜欢的餐厅 去买了两条香烟 找人帮忙定位子 孩子没了 她着急去找医生为钟晓芹做手术 不是因为她庆幸孩子没生出来 而是担心时间长了会对大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陈玉堪称全剧最清醒的人 之前许幻山和顾家的矛盾 也被她一语刀破 她不理解陈玉为什么做了那么多 却不跟钟晓芹说 而且做的那么隐蔽 又有什么用于是问陈玉对钟晓芹还有没有感情 陈玉我告诉你 在我心里 钟晓芹一直就是我心 一直就是 想这个我嫂子吗 陈玉把醉酒的陈玉拂回了家 见到钟晓芹后 假装不知道他俩离婚的事情 直接把陈玉扔到了钟晓芹的床上 然后匆匆离开 钟晓芹出于人道主义 还是悉心的照顾着陈玉 而陈玉此时却突然紧紧拉住了钟晓芹的手 嘴上一边喊着陈玉的名字 然后一边托陈玉帮忙转告钟晓芹 钟晓芹听到陈玉的罪话 心里也久久不能平静 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 都是有着对方的 只是长期以来缺少了有效及时的沟通 当然这只是陈玉帮哥哥追气的第一步 第二天陈玉提前给陈玉准备好了红酒和蜡烛 钟晓芹正在客厅画画 陈玉突然故意拉掉店长 屋子里瞬间点黑 钟晓芹的衣服被颜料弄脏 趁着钟晓芹回房间换衣服的时候 陈玉把画板和红酒蜡烛都搬到了阳台上 然后又把钟晓芹叫到阳台上赏月画画 同时繁锁了阳台的美 今天晚上这月亮真大真圆 你说这嫦娥和玉特是不是就住在那上面 她每天都干嘛呀 这你要是画在你画里 得多美呀 当年樊高画这星空 红酒 竹台 我配着这个画画上 那红酒是单位发的 我这不是怕你晚上在这画画着凉吗 喝点红酒的活血 我还是回屋睡觉 钟晓芹想回卧室 却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 于是只能坐下看陈玉表演 但笨拙的陈玉用开瓶器拧了半天 也打不开这瓶红酒 红酒瓶的木塞被陈玉掰断 但她还不死心 这是公司的人在楼下喊她 有临时的节目需要她去现场 于是陈玉只好迅速打开阳台的门锁 钟晓芹一忍不住自嘲 这房子里的门只有陈玉能打开 看来她真的不适合住在这了 第二天陈玉按照陈玉的指导 把家里的果酱瓶和白糖瓶等带盖的瓶子 都拧得紧紧的 让钟晓芹不得不求助于她 还偷偷将挂包的架子升高 让钟晓芹拿不到包 也得招呼陈玉来呢 这招十分奏效 陈玉又叫陈玉趁着打体 让她主动去讨好丈母娘 于是钟晓芹回家蹭饭的时候 发现陈玉竟然在家里帮忙蹲饭 还给岳父带来了两瓶好酒 饭桌上陈玉盛赞丈母娘做的菜好吃 孩头依次认真地拿起丈母娘 记录的社区问题 承诺一定会反映给台里的 相关负责人报道一下 钟晓芹看着他们相谈甚欢的样子 简直惊愕不已 回家的路上 陈玉跟钟晓芹解释来家里 只是怕钟晓芹的爸妈生意 可钟晓芹却不这么认为 我明白了 后悔的是吧 后悔把房子分我一半 现在想用车子换回房子 是不是吧 钟晓芹 你脑内有坑吧 你骂人也没用 我们鞋已经签过了 我现在还就得要那一半房子 陈玉简直被钟晓芹的脑回路给雷住了 看来她的追气路仍旧漫长 但钟晓芹那边也有些按捺不住了 转积云是属于云彩里面 昂花一现的一种 就像人生中 本该属于我们某一时刻的东西 却不要错过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上座的门 像你昨晚说过的 有勇气去争取 自从钟晓芹与陈玉离婚之后 陈玉就展开了疯狂的追气模式 而与此同时 钟晓芹也知道钟晓芹已经离婚了 于是对钟晓芹开始了猛烈追求 她拉着钟晓芹不惜破坏楼顶的门锁 在顶楼上指着天空中的各种美丽的云彩 给钟晓芹挨个介绍 令钟晓芹心情舒畅 钟晓芹突然拉住钟晓芹的手 却被钟晓芹轻轻地挣脱开 还跟她保持了距离 看你慌里慌当的 还挺善意发现美的吧 所以我能看到你的好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 钟晓芹打断了钟晓芹的表白 然后赶紧跑开 吃饭时她跟王万妮说了这件事 她觉得像钟晓芹那种年纪的小男孩追的 肯定不是认真的 并庆幸当时没让钟晓芹 把表白的话说出口 不然以后见面会很尴尬 而且她刚刚离婚 如果真跟钟晓芹在一起 大家也会以为她离婚就是因为钟晓芹的 王万妮却感觉 钟晓芹对钟晓芹是真心喜欢的 劝钟晓芹追寻自己内心就好 钟晓芹谎称要出外亲 骑着摩托车带着钟晓芹来到一家驾校 拿出一份报名表给钟晓芹填 并表示这算是自己补送给钟晓芹的生日礼物 钟晓芹原本就很想学驾照 前几天她还跟陈雨欧起 因为不会开车 所以不能跟她分割车的一半 你嫌麻烦我可不嫌 我愿意每天车接车送陪你来 有了驾照 开不开是你的选择 但是我不希望你连这个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所有你害怕做出的改变 自此以后钟晓芹也更加名正言顺的 骑着摩托送钟晓芹去驾校或者回家 这天回家时正好在楼下遇到陈雨 钟晓芹有些尴尬跟陈雨解释 同事送自己指示顺了 钟晓芹和陈雨的较量初见雏形 而钟晓芹还傻傻的没听出两人的话里有话 回到家陈雨粗意打放 她也不管同居合约了 直接冲进钟晓芹的卧室找她理论 你四个轮都坐腻了 想换两个轮是吧 那孩子多大啊 成年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钟晓芹 你是不是太过了 你怕你爸你妈受不了 你让我帮你瞒着 我就不注意点影响吗 你以为那摩托车好做吗 你不读书不看报 你不看个新闻啊 这一年摩托车死坐人 你不知道吗 你别太放飞自我了我干 钟晓芹十分不满陈雨刚才的态度 并表示她的死活不用陈雨管 而且一个月时间马上就到了 她马上就回搬出去 不会一直赖在这里 第二天钟晓芹也开始跟钟晓芹冷战 钟晓芹多次想跟她说话都被她无视 然而到了下班时 钟晓芹却突然抢走钟晓芹的包 然后让钟晓芹坐上她的摩托车 风驰电车的带她去一个地方 这里有钟晓芹提前准备好的热气球 钟晓芹坐上去后 既害怕又有些兴奋 晚上钟晓芹又很晚回到家 陈雨正在家里忐忑不安的等着她 隔着卫生间的房门 陈雨问钟晓芹 钟晓芹不知道如何回答 实际上在热气球上 她并没有答应钟晓芹 而当时钟晓芹也觉得 连这种事情也要考虑这么久 再逼她马上答应也没什么意思 于是也停止了追问 此时王曼宁约钟晓芹出去见面 钟晓芹拿着包再次出门 陈雨以为钟晓芹又和钟晓芹去约会了 听着钟晓芹开门出去的声音 心里空落落的 钟晓芹连续两次向钟晓芹表白 却都没得到回应 于是开始独自出外勤 不再和钟晓芹在公司同进同出 连钟晓芹学车时也不露面了 看到钟晓芹一顿操作描迹火后 教练八卦的问她 是不是跟男朋友闹毛斗了 钟晓芹解释说 钟晓芹并不是她男朋友 幸好她没上当 不然就真成了办公室的笑话了 教练 你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二十五 那你会认真的喜欢上一个 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女人 会啊 我也很好奇 和姐姐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呢 要是不会聊天别瞎聊 没事没事 钟晓芹急忙钻进车里 打断他们的对话 而且手机里还有回声 钟晓芹瞬间明白 钟晓芹和教练是一伙的 三个人都有些尴尬 钟晓芹有些不愉 问钟晓芹为什么这几天 都故意不搭理她 钟晓芹表示 因为已经被拒绝了两次 这几天她也一直在想折 总不能再给钟晓芹机会拒绝她第三次 钟晓芹询问了一下 钟晓芹以前女朋友的年龄 结果都是比钟晓芹小的 所以认为她就是在拿自己满足她的好奇心 钟晓芹却郑重重地说 虽然钟晓芹有些动心 不过她却再一次抄回了自己的手 因为她还是不确定 能不能接受钟晓芹 就好像她在钟晓芹这个年纪的时候 只要她想去一个地方 不管路有多远 路有多难走 都会毫不犹豫地出发 但现在她会提前评估一下路程 看看是不是费时费力 所以她害怕 钟晓芹再次失望 于是起摩托送钟晓芹回家 在楼下钟晓芹遇到了陈宇的同事 正好给她送来了一袋蛋糕 这是陈宇托去新加坡出差的同事 给钟晓芹带的 钟晓芹从陈宇的同事口中得知 陈宇由于最近心神不定 导致剪骗子的时候 出现了严重失误 所以被调缸到基层断裂 已经好几天没去单位了 所以她才专程把蛋糕送过来的 钟晓芹这才知道 陈宇已经在单位受到排挤很长时间了 回到家拆开蛋糕 钟晓芹回想起 这是她来上次去新加坡旅游时 钟晓芹在飞机上都忍不住 想先吃一口的那种蛋糕 可惜整个都留在了飞机上 他们因此还大吵了一架 这时陈宇回来了 钟晓芹想安慰的 陈宇却不想谈这个话题 而且由于心情不好 那股不愿意沟通的金游上来了 陈宇整日把自己颓废的 关在屋子里抽烟 连平日里十分爱惜的鱼都不伺候了 钟晓芹只好按照她之前 看陈宇操作的方法 帮她给鱼换水加用 吃饭时中 小晓芹以非洲肺鱼做比喻 希望陈宇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陈宇却突然一脸正经的问钟晓芹 你说这么多话是为了关心我吗 我是怕你一个人作死 我后悔了 我不想把房子分去包 我们都能不分了 什么意思 当然你离婚是我冲动了 我没想清楚了 我们还有机会吧 陈宇突然明确的表达后悔 令钟晓芹震惊不已 然而就在这时 钟晓芹的信息 一条接一条的发了过来 让陈宇刚鼓起的勇气 如同泄气的皮球一样 瞬间别了下去 陈宇又回到了于世 两人都略感尴尬 钟晓芹回卧室 看了钟晓芹发来的图片 都是天空中的云彩 他想起了之前参加的 一个作家的新书签授会 那个作家说过 写作是这个世界上 心灵最好的避难所 于是钟晓芹开始在网络上写小说 把心事都写进里面 书名就叫云朵有几种姿态 没想到第二天 就被很多读者认可 令他十分欣慰 而钟晓芹也无意间 看见了这个小说 似乎拿到了通关秘籍 他按照小说的内容 给钟晓芹送整合的耳塞 以及安排了 一周的黑巧克力 做下午点心 让钟晓芹 被这些送到 新坎上的礼物感动不已 留场啊 我让你们看看 我的留场 哎 有话有话说呀 不要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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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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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晓芹在解决商场里 一家专卖店的假鞋 纠纷时 无意推散了顾客一想 顾客却就是 倒在地上大喊 钟晓芹打人 爱假货和殴打顾客的新闻 就登上了热搜 网友们都一边倒地 声讨商场这边 要求严惩 打人者和售假商铺 钟晓芹也因为处理不善 而被许总责骂 许总告诉钟晓芹 通过第三方见谛 顾客拿来讨说法的鞋子 确实是假的 钟晓芹大惊失色 他表示自己是 基于对商场的信任 才具理力争的 但许总还是不留情面地 停了钟晓芹的职 而钟晓芹和钟晓阳 坐公交车 去找其他机构验鞋时 钟晓芹的头发 还被好事者沾上了口香糖 好在钟晓阳赶走了闹事的人 并且用身体护住钟晓芹 不仅如此 钟晓芹的家也被网友们曝光出来 陈奕在家里 收到装着青蛙的快递盒 于是打电话给钟晓芹 想提醒她不要回家 但接电话的却是钟晓阳 钟晓芹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怎么了 他现在人呢 你有什么事我替你转的 你跟他说 这两天最好还是去顾家那住吧 家里不安全 钟晓芹故意含糊不清地转达 让钟晓芹顿时对陈奕有些失望 钟晓芹却一直陪在钟晓芹身边 帮她剪掉沾上口香糖的头发 陪她喝酒散心 趁她喝醉时 还删掉了陈奕 给钟晓芹打了一整万电话的通话记录 然后把她送到顾家那去住 也借此在顾家那获得了好口碑 这些举动都让钟晓芹颇生好感 事情发生后 陈奕担心钟晓芹爸妈 也会受到网上风波的影响 第一时间开车 把他们送到了钟晓芹舅舅家 而钟晓芹第二天回家时 陈奕也给钟晓芹收拾好了行李 让她去顾家那多住几天 却没说家里已经被很多网友恶作剧的事情 当初离婚的时候 我让你收拾东西 你都没见你这么迅速啊 现在是真的怕惹我上身啊 我不是 之前你问我的问题 说咱俩还有没有可能 我现在回答你 没可能 由于钟晓芹之前的一番操作 陈奕的好意再次被钟晓芹误解 但是她仍然没有向钟晓芹解释 从家出来后钟晓芹看到了 网上有人公布了商场为了平息事件 开除了中性职员 她以为自己被开除了 于是愤怒的到公司找徐总理论 但同时告诉钟晓芹 被开除的人其实是钟晓芹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为这件事情离职的话 我愿一命换一命 开除我吧 你们开除我 就说我是那个店的销售 我自己私自换货售假 商场和钟晓芹毫不值钱 钟晓芹就这样把责人拦在自己身上 保全了钟晓芹 钟晓芹理解不了公司预盖迷章的这种做法 于是去找徐总 但徐总却表示 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也是平息事情最快的方法 钟晓芹立刻去找正在修理场 古道摩托车的钟晓芹 问钟晓芹没有工作在上海怎么生活 钟晓芹这才暴露出自己富二代的身份 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 早在她上大学的时候 家里就已经给她在浦东全款买了房子 所以她吃喝不愁 让钟晓芹也不用内疚 同时她在追求钟晓芹 而如果成功了 办公室恋情肯定是不允许的 反正她了早晚的走一个 她这就算是提前把这事给办了 钟晓芹你知道这件事 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 没有这件事 我都准备好做你女朋友了 你现在这么一闹 就好像我是为了报答你答应你的 所以我现在答应不了了 再见 钟晓芹 钟晓芹听后激动的用沾满污渍的手 捧起钟晓芹的脸亲吻起来 弄得钟晓芹一脸黑 却有些心动不已 而依此同时 陈旭从之前他们假邪的群里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陈旭立刻断地 商场的这次风波 可能跟这个假邪窝点有关 于是两兄弟准备深入虎穴 排下他们的犯罪证据 用自己的方式帮助钟晓芹 而且陈旭还在取证的过程中受了伤 原来真实的情况是 那两个顾客从商场买了针鞋后 再拿假货窝点的鞋去第三方检测 然后再拿发票到商场索赔闹事 于是钟晓芹不仅喜庆了园区 还被陈旭包装成了打假英雄 成功地逆转了舆论 为了帮钟晓芹洗清延区 陈旭和陈旭一起深入制造假邪的窝点 收集证据 陈旭也在逃跑的时候不小心摔伤 但陈旭却十分夸张地跟钟晓芹 形容陈旭这次的英语 说陈旭的伤都是那帮坏蛋打的 此时钟晓芹的心情十分复杂 因为他刚刚接受钟晓阳 却没想到陈旭会为了他冒如此大的险 而之前他还在钟晓芹的绿茶操作下 以为陈旭怕惹祸上身 所以对他漠不关心 陈旭你知不知道 你总是这样 什么都不跟我说 要不咱俩能到今天吗 我不是想说你 谢谢你 没事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钟晓芹这两天的心情 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 先是被网爆 然后又成了打假英雄 以为陈旭对他不闻不问 所以接受了初始之后 一直守在他身边的钟晓芹 但现在又知道了 陈旭其实默不作声为他深入虎穴 还受了伤 而钟晓芹已经开始到处宣扬 他俩在一起的事情 令他起火难想 王曼妮劝他不要优柔寡断 既然已经离婚了 就不要再吃回头草了 不然很容易脚踏两条船 正好这时新房东打来了电话 钟晓芹租的房子可以入住 晚上钟晓芹做了丰盛的晚餐 还特意打开一瓶红酒 让陈旭十分欣慰 以为自己这些天的博懈努力 终于打动了钟晓芹 还拿出了自己的老相册 跟钟晓芹回忆起 她刚当记者时候的青春岁月 钟晓芹耐心的听着 陈旭有种两人回到 刚恋爱结婚时的错觉 于是喝了口红酒 再次向钟晓芹表明心意 陈旭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她心里已经猜到 钟晓芹为什么拒绝跟她复婚了 肯定是跟那摩托车在一起了 所以她没继续追问 只是说了句 就这样钟晓芹搬出了两人的家 这一晚两人都惆怅白转的回忆着 曾经共同的美好瞬间 钟晓芹哭着问古家 钟晓芹为她丢了工作 陈旭为她胳膊骨折 两个人其实都在她的心里 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顾家给出的建议 却跟王曼妮完全不同 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踏踏实实搬家 你想想 这三十年 你从来都没离开顾家 结婚之前靠爸妈 结婚以后靠老公 什么事都不用你自己操心 也不用你做决定 就离婚这事 是你唯一一次做的最大胆的决定 所以你不需要谁 你需要的是独立 好好享受一段单身生活 等把一个人过明白了 也就知道谁是最适合你 顾家一番话 点醒钟晓芹 于是她暂时放下了纠结 顺利住进了新家 不过几天后 陈宇打来了电话 让她回去一趟 原来是钟晓芹的爸妈来了 钟晓芹爸妈 对钟晓芹有些生气 如果不是邻居们议论 他们还不知道钟晓芹离婚了 钟晓芹妈妈以为 是陈宇提出的离婚 因为女儿从小到大 都没自己做过主 但钟晓芹却说离婚 是自己提的 因为和陈宇性格不合 陈宇也向钟晓芹的爸妈道歉 之前她做的不好的地方太多了 让钟晓芹失望了 她尊重钟晓芹的决定 知道两人已经没有附和的希望 钟晓芹的爸妈伤心不已 钟晓芹要走势 陈宇开始事无巨细地 给钟晓芹准备东西 钟晓芹的各种证件 感冒药 护发素 钟晓芹这才发现 平时这些都是陈宇帮她整理龟龙的 还有那些招财猫 也都是为她而买的 钟晓芹关门的瞬间 陈宇知道 她跟钟晓芹的婚姻 真的结束了 而她即使已经从直男变成了暖男 也追不回自己最爱的钟晓芹了 你不是说不吓人吗 吓人吗 你还是不吓人 吓死了 你要是觉得吓人的话 那咱们换一个不吓人的游戏 钟晓芹搬出陈宇家后 钟晓芹经常光顾她的新家 还拉着她一起玩游戏 但正当她想要跟钟晓芹亲热的时候 家里突然有人敲门 原来是钟晓芹的爸妈 结果他俩刚一上楼 就看到钟晓芹玩游戏玩得正嗨 令钟晓芹爸妈瞠目结舌 你谁啊你啊 叔叔阿姨好 我是钟晓芹 钟晓芹只好让钟晓芹先走 自己开始接受爸妈的训斥 钟晓芹妈妈怀疑钟晓芹还没成年 并表示如果钟晓芹是为了这个小男孩 而跟陈宇离的婚 那就必须跟陈宇复婚 这时钟晓芹又反了回来 她再次向钟晓芹爸妈做了自我介绍 并解释自己已经成年 也知道钟晓芹离过婚 但她是真心喜欢钟晓芹的 我们俩现在是在认真的叫我 还望获得二老批准 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我 但是后面日子长着呢 才慢慢处呗 我一分钟我都不想看见你 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 钟晓芹爸妈临走时 还嫌弃地把钟晓芹也拉走 怕她跟女儿在发生什么 而看到钟晓芹骑着摩托车离开 钟晓芹爸妈却觉得更加刺眼 钟晓芹排着钟晓芹完成了驾照考试 钟晓芹给她熬了点驱寒的汤 但钟晓芹却认为 驱寒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被钟晓芹打断 她坐了辆车带钟晓芹去参加车尾派对 也就是一种情侣坐在汽车的后备乡 吃零食看电影的时髦活动 钟晓芹笑话钟晓芹 她还挺花心思跟弟弟谈恋爱 然而看电影时才发现 两人的兴趣其实根本不在一个频道 让钟晓芹笑得前仰后合的地方 钟晓芹却兴之所然 而钟晓芹感兴趣的环节 钟晓芹却呼呼大睡起来 然而半夜刚看完电影 钟晓芹回家只睡了四个小时 就又被钟晓芹的电话叫醒 周末还要带她出去玩别的游戏 钟晓芹本想再睡一会 钟晓芹却已经上门来找她了 你不困吗 困啊 但你就休息这两天 快 心里刷牙去 我想睡觉 你真想睡觉啊 那我陪你一块 咱俩一块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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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了 我醒了 我可以 我很快啊 又陪钟晓芹疯狂的玩了两天后 钟晓芹上班时跟同事诉苦 钟晓芹熬夜通宵的玩 只需要睡两个小时就缓过来了 但她这老阿姨却缓不过来 终于熬到了周一 总算可以续命五天了 但没等到下班 钟晓芹又接到了钟晓芹的电话 说等她下班后 还要去她家去打游戏 让钟晓芹有些崩溃 她白天上班 晚上又到无缝衔接 回去陪钟晓芹玩游戏 而钟晓芹整天 泡在朋友的摩托车行 无所事事 也不去找工作 让钟晓芹忍不住跟她唠叨 我怎么没觉得 你对工作有那种迫切的需要呢 我本来就不迫切 我又没有生活压力 要不你把工作辞了 我一想到 要养女朋友 肯定就有压力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这样 有点没有上街心吗 你是觉得你年纪 还小还非任性是吗 还是你觉得你每个月 拿爸妈的钱 你觉得理所应当 我没拿他们的钱呢 我花的都是过年时候的压岁钱 你还有压岁钱呢 我都给别人压岁钱好几年了 钟晓芹丝毫不为所动 让钟晓芹无语 而陈玉这边 自从钟晓芹搬出去后 她就整日颓废地晒着太阳 吃着零食 依附身无可恋的架势 毫无斗志的混日子 现在电视台就差开除她了 连弟弟陈旭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你就是胡子留到脚面上 你也追不回嫂子 见哥哥有眼不见 陈旭只好给钟晓芹打去电话 让他过来劝劝陈玉 钟晓芹本以为陈玉之前 帮自己打假时 在台里立了功 可以顺利复职 却没想到陈玉 因为自己搬出去后 变得一蹶不振 职位也丢了 如今完全没有斗志的混日子 陈旭劝陈玉振作起来 但毫无效果 只好打电话找钟晓芹 过来开导陈玉 钟晓芹来了以后 看到陈玉像只赖劈狗一样 蜷缩在阳台上破惯破摔 也有些看不惯她这副模样 陈玉你干嘛呀 你笨着33岁英年早逝是吗 我又没做死 就是赖的 至于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来看我 咱俩也没什么关系 你费这么大心干嘛 我拿我自己股当一破罐摔会 我听个响 我图个痛快 这也不行吗 我既没影响邻里和谐 我又没出去报复社会 我爱着谁的事 钟晓芹豪话赖话说尽 可陈玉还是如同滚刀肉一般 有眼不尽 到客厅的沙发上装睡 钟晓芹默默地走进厨房 给陈玉煮了一袋水饺 煮完了之后 她还提前吃了一个 陈玉 钟晓芹走后 陈玉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认真地数了数饺子的个数 果然是双数 其实还是钟晓芹了解她 就猜到她一定会猜双数 陈玉看到那些 已经停摆很久的招财猫 她站起身 逐个给他们上好了发条 仿佛生活又有了希望 第二天陈玉打起精神 主动找到部门领导 她一改往日的桀骜不屑 谦逊地跟领导 请求去当机动突发记者 平日里就爱给她穿小鞋的领导 没想到陈玉能主动申请 做这么苦的工作 对陈玉也有些刮目相看 于是答应帮她留意职位恐惧 等职位调动的这段时间 陈玉拖着行李来到陈玉家 准备纠战雀巢与她同主 一届门还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妈妈劝陈玉在上海不好过 就回老家这边 老家的电视台也又适合她的职位 陈玉不知可否 这天钟晓芹一下班 就看到陈玉和钟晓芹 两枚小鲜肉 一起在门口等她 陈玉替哥哥跟钟晓芹正脸硬刚 小子 我来跟你说说我哥的事 他没空 他有没有空用不着你说 你哥怎么了 我在那边咖啡馆等你 听不听你自己决定 钟晓芹 我要是跟我的前女友拉扯不清 你生气吗 钟晓芹有些不愿 但钟晓芹解释说 他不想看到陈玉这样一蹶不振 只是想帮她走出灰岸 钟晓芹觉得钟晓芹 一直没放下前夫 于是生气离开 钟晓芹来到咖啡馆找陈玉 陈玉不屑地表示 钟晓芹算不上什么男友 顶多就是个小屁孩 他哥陈玉嘴笨 所以他把陈玉这些年 所有默默为钟晓芹做过的事情 都向钟晓芹陈属一变 还有前阵子 网络暴力那事 跟个大傻子一样 闷头在家 找线索查证据 整整三天 不吃不喝 还不是靠这个社会人帮了他 你们家住址不是被人受了吗 家里被塞进了 赖喊 特臭 硬拉着我 东奔西跑 替你方案 家里面的鱼都顾不上 死了好多 陈玉对他那鱼多赏心 谁不知道 在他那儿 还有人比鱼更重要 陈玉还说 现在老家电视台正好有空缺 陈玉很可能马上就要回老家了 没想到他们兄弟了 竟然是他哥先混不下去 钟晓芹才知道 陈玉为自己做了那么多事 但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晚上钟晓芹跟顾家倾诉这件事 出去租房子以后 他才知道 大到银行卡 小到家里的电池 雅膏 都是陈玉在管 而现在他才明白 为什么当初陈玉会说那句话 就是生活中的这些机灵狗碎 才让人没了意思 没了光彩 钟晓芹现在觉得 是自己辜负了陈玉 你们俩的问题就是 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顾家再次一语中递 钟晓芹把这些感悟 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钟晓芹读到了这些文字后 心里也受到了很大触动 于是在钟晓芹 顺利考下驾照这天 他开车带钟晓芹 去偏远的户外游乐场玩 两人玩得非常开心 但钟晓芹去买冰淇淋的时候 钟晓芹接到陈玉的电话 陈玉告诉钟晓芹 陈玉买好了明天回老家的票 并且让他不要告诉钟晓芹 但陈玉觉得 还是得跟钟晓芹说一声 因为陈玉这次回去以后 可能就再也不会再来上海了 钟晓芹听后心里五味杂陈 晚上钟晓芹又请他吃牛排 庆祝驾照考试通过 并且告诉他 已经开好了酒店的一间大床房 此时钟晓芹思绪很乱 于是一杯又一杯的 跟钟晓芹喝着红酒 想要麻醉自己 暂时地忘掉陈玉 吃完了饭 钟晓芹带钟晓芹来到了大床房 钟晓芹有些心情复杂地走了进去 可正当钟晓芹抱住他准备亲吻时 却再次被他用力推开 钟晓芹躲进了洗手间 同时手紧张地摸下了裤兜 却刚好摸出了上次做胎庭手术时 遗落在裤兜里的戒指 戒指的失而复得 让钟晓芹更加坚定了 回去见陈玉的决心 于是他走出卫生间 拿起包跟钟晓芹告别 钟晓芹感到有些挫败 钟晓芹说出陈玉明天就要回老家的事 有好多事情 他要当面跟陈玉说个对不起 不然他心里堵得慌 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 我不是后悔 我是混乱 我可能自己都没有认清楚我自己 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清楚 我需要冷静一下 我想清楚了我会联系你 说完钟晓芹夺闷而出 留下钟晓芹独自怅然落实 钟晓芹虽然一直迷迷糊糊 没心没肺的 但他在拒绝钟晓芹这件事上 确实清醒又理智 他从酒店出来以后 就拦了一辆私家车回市区 司机看到钟晓芹可爱漂亮又孤身一人 顿时起了歹意 于是把车开离了正常车道 来到了一条郊区小路 钟晓芹也看出路线不对 他十分害怕 不过趁着路面颠簸不稳 钟晓芹果断打开车门跳了车 然后迅速躲进草丛里 他的跳车也打破了司机的计划 下来搜索了一阵也就放下了 转身开车离去 钟晓芹赶紧拨通了陈宇的电话 陈宇从睡梦中醒来 他沉稳的一边安抚钟晓芹 一边知道他该怎么做 你听我的 你现在先声哭三口气 没有的话 你看看身边有没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每隔一段都不知什么 你现在先去问清楚 把手机挂了 保持电量 我一会就过去找你 问清楚以后给我回电话 我知道 陈宇给钟晓芹接了杯热水 还给他带了一条厚毯子 然后立刻开车准备去找钟晓芹 这时钟晓芹给他回了电话 你说的都没有 没有亮灯的房子 也没有高速路口 我好害怕呀 你听我说 你现在别哭 也别慌 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办法 我这只有一个三串路口 我该往哪走啊 你听我说 别再往前走 就留在原地 无论你 你好好想想 刚才是在那上车 这一路上开了多长时间 有没有经过什么标志性建筑物 好 哥们 干啥呢 你也对了 明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在钟晓芹定位信号弱的情况下 陈宇冷静算法定位 判断出钟晓芹的位置 同时一边开车一边发雨淹覆 钟晓芹不要害怕 一路狂飙 终于找到了钟晓芹 我肯定 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只是你忘了 我也没记起 我肯定 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只是你忘了 我也没记起 两人深情相依 回家的路上 陈宇才知道钟晓芹 感业路 原来是想送自己上飞机 令她有些感动 陈宇解释说 自己只是回老家安抚一下母亲 因为母亲刚刚知道他们离婚的事 并且朝着要来 钟晓芹这才知道 陈宇原来并没有辞职 也不是再也不回来了 原来自己是上了陈旭的等 不过两人的感情却逐渐回问 钟晓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爸妈 她的爸妈听了都有些后怕 觉得幸亏遇上陈宇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小晓我问你 你现在遇到难事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着给陈宇打电话 这也就是信任 你看我吧 我不管遇到好事坏事 特别难的事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第一时间就跟你爸打电话 是不是一模一样 依赖了 习惯了 此时钟晓芹终于意识到 陈宇长久以来的默默付出 已经像空气一样让她习以为常 但几天后钟晓芹又卷土重来 这回她带了一群 跟她年纪差不多的朋友 鸽子手捧着鲜花 十分张扬的来到了钟晓芹面前 还拿出了一串钥匙交给钟晓芹 并表示她和朋友合伙看了摩托车行 而且她是大股东 这回她不再是无业游民了 你之前说过 男人要有事业心 我现在有了 紧接着钟晓芹还从口袋中掏出两枚戒指 并表示这不是求婚戒指 只是情侣戒指 她只是想让钟晓芹戴在中指 这样心里不会空 众人开始结婚 让钟晓芹接受钥匙和戒指 令钟晓芹十分尴尬 她想单独跟钟晓芹谈谈 但钟晓芹却高调地现场告白 钟晓芹更加不知所措 她急忙把钟晓芹拉到一旁 理性地跟钟晓芹提出分手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就因为我比你小 你就觉得我靠不住了 我敢现在就去跟你领证 我相信你敢 可婚姻是只靠勇敢的吗 我之前勇敢过一次 可结果不怎么样 是我没考虑清楚我自己的感情 所以我不能再糊糊涂涂 这么跟你好下去了 一定要分手吗 是 你不后悔 看着钟晓芹刚踩的高空抛 钟晓芹有些怅然若失 而且当晚就得了重感 半夜还得自己起来冲咬 钟晓芹第二天早上又找上门来 钟晓芹以为她要继续纠缠自己 于是戴上了口罩怕传人给她 谁知钟晓芹指示过来 还给她出租屋的钥匙 并拿出钟晓芹写的小说 是你写的吗 你看了 作弊的人不是你 是我 什么心有灵犀 命中注定 都是你的错觉 我也没有非你不可 所以你用不着这么内疚 你不用都有这么好的 会传染的 就当是分手礼物吧 传给我 你就好了 多说失恋 就像得了重感冒 回去我也比你上 我也会好的 到底不是我投尚的原因 还是抓不住 钟晓芹 你小说写得真好 两人终究没能在一起 然而这段爱情记忆 对钟晓芹来说仍然弥足珍贵 但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的 钟晓芹知道 恋爱中的激情和冲动总会过去 最后真正能够支撑 两个人一直走下去的 只有鲑鱼平淡的柴米油盐 顾家带着刚试炼的钟晓芹 去她的茶厂散心 同时也接上了在老家的王曼妮 看着秀丽的青山绿水 三个人都心旷神怡 晚上村长给他们送来了三杯奶茶 钟晓芹和王曼妮都有些好奇 大山里怎么会有卖奶茶的 顾家却神秘地表示 这都是沾了钟晓芹的光 奶茶是有人专程来送给钟晓芹的 并且这个人正在村口等着她 钟晓芹急忙跑到村口 这个人果然是陈宇 原来他们三个刚才吃的菜 也都是陈宇做的 你弄那么大阵仗 就是来送外卖的呀 也不是 我把你好多喜欢东西都带了 那招餐猫就在车上呢 我从老家回来 知道你来这了 我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过来干嘛 接你回家 哦 有你眼镜呢 我换眼镜了 那你舒服吗 不太舒服 钟晓芹看着不太适应 隐形眼镜的陈宇 忍不住开心大笑起来 晚上顾家和王曼妮 也跟钟晓芹吐槽 陈宇眼镜那么小 怎么能带进去隐形眼镜 而与此同时 陈宇也在笨拙而痛苦地 栽着隐形眼镜 第二天三姐妹各自分开 钟晓芹坐上了陈宇坐的房车 一起踏上了惊喜之路 哥 陆叔我发你了 按照这个路线走 每一站都有惊喜 肯定能求婚成功的 陈宇坐了房车 去顾家的茶厂 接钟晓芹回家 陈宇提前给陈宇规划了路线图 沿途的每一站 都给钟晓芹准备好了惊喜 让陈宇一定要按照导航开 随着钟晓芹一上车 就主动提出要帮陈宇导航 陈宇无奈 只能让钟晓芹导航 但在开车的过程中 陈宇还是时不时地 拿起手机看自己的路线 被钟晓芹发现后打断 陈宇只好跟钟晓芹说 想路过行程 那里有个房车营地 晚上可以在那驻扎 可钟晓芹一看导航 哎呀开过了 刚刚那个出口 没下去开过了 没关系 前面找地儿咱们掉头 我就去了 下一个出口要42公里呢 钟晓芹的热心打乱了陈宇的计划 而现在往回看 又会显得太明显 晚上陈旭不禁责怪陈宇真是太笨了 给钟晓芹准备惊喜的千百花 我看了看导航问题不大 女儿啊你精点气 拿回导航权 努力开回原路线上 咱们后面还有安排 钟晓芹不愿意睡在房车里 于是跟陈宇各自开好了酒店房间 第二天陈宇和钟晓芹继续偏离着路线 陈宇索性从房车里拿出便携桌椅和红酒 跟钟晓芹原地露营 正好这天晚上的月亮很圆 让陈宇和钟晓芹 想起了他们第一次相亲见面时的情景 那天晚上送钟晓芹回家时 陈宇和大街上的人一样 满脑子想的都是尽快打上一辆出租车 把那段晚高峰错过去 只有钟晓芹不着急 也不忙刀地抬起头看月亮 陈宇拿出一条项链送给钟晓芹 钟晓芹十分惊喜 因为那正是她一直想要的 和之前钟晓芹偷看她的小说作弊不同 陈宇和她才是真正的默契 就是因为我之前做的太不好 所以从今天起 我要把你喜欢的一切都带给你 你突然这么说话 我怎么这么不习惯 其实我也有点不习惯 接下来陈宇深情的表白 把自己都麻得不行 但转头一看钟晓芹已经睡着了 怕钟晓芹着凉 于是她脱下外套给钟晓芹盖上 第二天一早 陈宇向钟晓芹坦白陈旭 帮他们设计路线的事情 可他们都完美地错开了 咱俩就随心所愚地开吧 我觉得这一路行车 就跟两人过日子一样 谁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都是奔着于子偕老 奔着这同一个目的地区 可是一上路就会遇见各种意外啊 惊喜啊 困难 路障什么 与其纠结于我们错过了什么 还不如大胆往前看 最重要的是跟谁同路 不是让人家哭着喊着 要半路下车 陈宇表示接下来的路 全交给钟晓芹导航 钟晓芹却神秘地说 正好她发现了一个很想去的地方 于是两人快乐地出发 但到达目的地以后 陈宇竟然惊喜地发现是海洋馆 陈宇在海洋馆如同鱼龟大海一般 对里面的鱼如鼠夹针 一群参观的小朋友 也拉着她问个不停 而当陈宇回头找钟晓芹的时候 钟晓芹却穿上了美人鱼的服装 在水中翩翩起舞 这一刻陈宇幸福地笑了 可惜付费表演的时间 很快就到了 陈宇还没看够 钟晓芹就十分狼狈地 被工作人员拽出了 出来后钟晓芹跟陈宇抱怨 自己被工作人员拖走是一点也不美 陈宇却拿出 她刚才偷偷找工作人员洗的照片 让钟晓芹看 并不停地夸赞钟晓芹 钟晓芹却突然害羞起来 你不是说家里的鱼缸都清空了吗 要不要带一条美人鱼回去养啊 嗯 周晓芹 你不是在跟我求婚吗 我用求吗 你不要 我求 我觉得还不行吗 那你现在就求 你干嘛呀 买这儿去 你把我放下来 你这么多人啊 两人这是逃生依旧 回到上海后 陈宇直接开着房车 带钟晓芹来到民政局 让钟晓芹有些诧异 陈宇却表示 其实在去查厂之前 她就已经跟钟晓芹的爸妈要来了户口本 跟钟晓芹复婚 也获得了两位老人的支持 于是两人顺利地把离婚证又换成了结婚证 但出去一看 警察叔叔又准备给他们的房车贴条了 两人结婚时被贴条 离婚时也被贴条 如今复婚时又被贴了一次条 看来民政局这地方 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开车来 陈宇带钟晓芹回到了他熟悉的家 于是已经被陈宇改成了小卧室 曾经拥挤的鱼缸 被换成了一张温馨的小床 以后他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 一个人工作 另一个人追剧 而此前钟晓芹的户口 一直在她的爸妈那里没牵过来 我跟咱妈保证了 下半辈子要跟你活在一个户口本里 你别笑真的 你之前说过着过着 我就把日子过成了一座孤岛 我想这次趁着弄户口 要不然我把名字改了 我把那个山字旁去掉 改成与你在一起的 果然只有双向奔赴的爱情 才能长久下去 现在的他们 都愿意为对方做出改变 然而深情相于向来 钟晓芹把他和陈宇的这段复婚经历 作为他所写的小说 云朵有几种姿态的最终篇 发到了网上 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 读者们还深深地喜欢上了潜伏歌 吃饭时陈宇表示 领导已经让他重回电视台了 但不是做编辑 而是做记者 而记者的工资和奖金 没有编辑稳定 他问钟晓芹是否在意 钟晓芹却回答 他在意的不是陈宇赚多少钱 而是做记者经常出差 他就见不到陈宇的人了 那我要是出差 你就只能先回你爸妈那儿了呗 你想让我回啊 我听你的 我留在家里 行 徐焕山和林悠悠的事情 东窗事发后 顾家把徐子言暂时托付给钟晓芹 起初钟晓芹还担心 陈宇对小孩仍然有所排斥 没想到陈宇对徐子言的态度 却是父爱满满 既体贴又温馨 第二天陈宇还主动带钟晓芹和徐子言 去水族馆玩宛如一家三口 在外面吃饭时 钟晓芹无微不知地照顾徐子言 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环 当场看待了陈宇 自从离过一次婚后 陈宇对钟晓芹再也不是冷言冷语论 而是情话遍地 时时刻刻都能让钟晓芹 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而这一次的三人之旅 也让陈宇和钟晓芹 更加懂得了婚姻生活 明白了爱情结晶的可贵之处 原来当他们两个人真的有了小孩 并不会觉得手忙脚乱 反倒会因为照顾孩子而变得更加融强 两个人会莫名地战线一致 而陈宇曾经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所以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 一开始在心中产生了很深的恐惧 不过在和钟晓芹经历了离别又复合之后 他也慢慢地敞开了心扉 如今的他已经具备当一个好爸爸的条件 把徐子言送回家后 陈宇和钟晓芹觉得无聊 于是也开始了造娃 出书 不瞒你说啊 现在已经有几家知名的影视公司找到了 准备购买你这部小说的影视版权 拿去拍电视剧 版权费已经出到了200多万了 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钟晓芹 因为钟晓芹写的那本小说 云朵有几种姿态大受欢迎 在网站上的点击率 已经排到月榜前 他们愿意为钟晓芹出书 并且已经有一家影视公司 愿意出价220万 购买他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版权 令钟晓芹欣喜万分 不过他转念一想又有些犹豫 因为小说的内容里 有他 陈宇和钟晓芹之间发生的事情 回到家钟晓芹把这件事告诉陈宇 陈宇也很替钟晓芹高兴 但钟晓芹还是希望 等第二天陈宇看了小说之后 让他来替自己做决定 如果陈宇不同意 那他就把小说扔了 以后再也不提了 然而大晚陈宇就忍不住悄悄起床 连夜拜读了钟晓芹的这本小说 第二天一早 陈宇就大方地向钟晓芹表示 他支持钟晓芹把小说拿去出版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你要想卖就卖呗 我里面写的那些内容 你真的不介意啊 那我介意什么呀 不是一小说吗 又不是纪实文学 但是说真的啊 我看完你那小说 我觉得之前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确实该该得该 我之前怎么没有欣赏到 我老公有这么宽广的凶罗 我之前也没心胸狭矮啊 我现在这工作一退步 你突然又变得这么吃钱 我怎么就有点吃软饭的感觉呢 你瞎说什么呀 不说了 我将就将就 软饭硬吃还不行 钟晓芹很欣为陈宇如此宽容 而且还这么支持自己 陈宇下班后 发现钟晓芹把自己家的门锁 换成了指纹密码锁 竟然花了四千帮 他有些心疼的问钟晓芹 是不是动家里的存款了 钟晓芹却拿出一张银行卡 里面存着扣完税的影视版权费 156万 妈呀 都在这张卡里呢 对啊 那他出来好了 走吧老公去挥货 钟晓芹兴奋的拉着陈宇 在商场里疯狂购物 当天就花了小六万块钱 然后钟晓芹又花了三万块钱 给陈宇买了张电动按摩椅 陈宇本来有些心疼 但得知钟晓芹是为了 帮自己缓解当编辑时 落下的颈椎笔 也有些感动 而此时的钟晓芹 也终于明白了顾家说的那句 先独立后爱人了 老公 以后我也能改善咱们家的生活了 你就不用压力那么大 你想做记者 想蹲藏羚羊 你想追鱼 你随便去 好你弟 人能替你分担 老婆你真好 你才知道呀 晚上两人附和的第一大功臣陈旭 又到哥嫂家蹭饭 他得知嫂子卖书赚钱的事情 提醒陈宇要知恩图报 陈宇却一毛也不愿意拔 于是陈旭又到厨房找钟晓芹诉口 钟晓芹立即答应给陈旭转一万 陈旭走后 陈宇提醒钟晓芹最近花钱有点大手大脚 因为之前钟晓芹花钱就没有截止 所以一直都是陈宇替他管钱 他简单的一算 这几天钟晓芹已经花了超过十万块钱 钟晓芹也没想到 他会花出去这么多 于是他自己也开始盘算起了开销 第二天陈宇下班回家 钟晓芹告诉陈宇 自己已经辞职了 因为出版社编辑 已经跟他预约下本书的版权了 陈宇虽然有些担忧 但最后还是支持了 钟晓芹去追求自己热爱的小说事业 俩人复婚后撒狗粮的进程 真是你来我往 钟晓芹跟陈宇假装说要出去散心 却专程去把陈宇妈妈经营的民宿买了下来 因为这样一来 陈宇妈妈就不用被民宿租金困扰 她就有时间休息 何来上海探望他们 你花了多少钱 不到一百万 不到一百万 你看之前我买的那些东西 我能感觉到你的态度 你特别在意突然来的这笔钱 对咱家的影响 所以我想那干脆就花到实处去 我想来想去 用在这最好 给陈宇买房一直是陈宇的心别 钟晓芹这么做 也是为了帮陈宇了结心事 令陈宇十分感动 陈宇陪钟晓芹出席了她的新书访谈会 钟晓芹讲出了自己对情感 以及对新生活的感悟 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 在经历了这些事后 钟晓芹也真正的独立和成熟 陈宇也对钟晓芹刮目相看 徐幻山的公司出事后 陈宇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哥嫂一起去车展送别 陈宇仍旧矜持着不露声色 但陈宇却主动上前抱了抱她 并表示陈宇再对嫂子不好 自己天高地眼的可不能帮她追欺了 陈宇有些不适应也有些感动 送走陈宇去后 钟晓芹告诉陈宇 她又怀孕了 他们的小岛